老師請 有沒有看到這一桌 對 一個人嗎 對 就是我平常在家裡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會跟那個 吃這麼多 有時候 我在下午的時候也會喝下午茶 然後有時候 其實我有時候 因為我一天只吃一餐 所以我一桌一餐也會吃很多 有時候我吃很多 真的很多 可以 很厲害 但是有時候 可能是朋友來的時候也是可以 你可以自己稍微簡單用一下 我們今天都當你的朋友這樣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像這個是我去買港點 就是外送 外送的 港點 通常是都不好吃 對 因為送來都有點冷暖 然後就是有時候送來 它都用這樣子裝 可是我沒有辦法用這樣子東西 所以你就會把它 對 像這個大家看到這個其實是火鍋 火鍋 它現在不是有那種火鍋 太誇張了 它外帶 不是就這樣一大包都裝好的嗎 可是你看 我可以把它擺成這樣 這是在店裡打卡了吧 什麼高級的鑽廳區 而且你知道真的很麻煩 因為它肉片 每一片 我都要把它用筷子夾起來 然後把它擺成 擺成這樣 就變成高級火鍋 對 然後中間還要把它肉片 捲起來 它亂黏在一起 真的 像玫瑰花一樣這樣子 值得 好扯 太專業了 難怪 懂了嗎 為什麼 它沒有時間 所以它一天只能吃 你看 它擺要三小時 剛好吃飯 太麻煩了 你現在都放在這裡了 然後我來教大家 就是為什麼 來了的時候 其實它有一個順序的 好 我們比如說像超商的東西 好了 這個飯 會飯 對 超商的東西 就很難吃 那不健康 又那麼油 我們其實微波完了之後 為什麼需要微波 因為它這個 如果你來的是冷的時候 它不會有這個湯汁 所以它是凝固的 而且它有油的話 都會有一層白白 它就會凝固的 所以你一定要先微波 了解 我們先把這個 湯的部分先拿起來 是 然後先 它飯一定是在下面對不對 好 所以我會先把飯 像這樣子 全部都把它 還好你沒小孩 對啊 你把它當成一個手工 可是你看它也是這樣子 一心也是這樣 我會幫我們家小孩弄熊熊飯 你看 那零咖哩 那是水燒 我今天要貓貓 對 我今天要狗狗 等一下 我媽一定會在這裡 我媽會抽氣 我媽 這邊也是看我們這樣 終於瘋 沒有 我覺得你們好有耐心 真的好有耐心 把它壓緊 壓緊它之後 倒扣 對 一定要壓緊 好 壓緊了之後 像這個盤子 像我現在弄一個方盤 剛剛那個是圓盤 我弄一個方盤給我 方盤你就不能在正中間 為什麼 因為它 因為它是方盤 圓盤的話就可以在正中心 然後方盤你在正中心 所以你就一定要讓它是在角落 好有講究 比例上 然後你看你就倒扣 還有構圖 對 然後倒扣之後你看 那長盤呢 長盤的話 我們就不要用 就不要用 最右邊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會像這樣子 它就會在角落 所以你這樣看過來 你在這邊用餐 你這樣看過來 你就會覺得 它是這邊比較高一點的 學到了 然後大家一定會想說 那接下來我就把這倒下去 是不是 不是 為什麼 你要先把菜全部都夾起來 好搞乾 天啊 我現在看到有人這樣擺盤 我一定要按讚 真的太辛苦了吧 太辛苦了吧 太辛苦了 我一定要幫他按讚 然後你先把菜都夾起來了之後 好累 然後再淋 慢慢地這樣 然後淋一 淋差不多了之後 再開始往旁邊 然後接著讓它 這樣子稍微調一下它的醬汁之後 然後再把這些菜 慢慢地讓它在上面 它就不會散到到處都是 然後你就可以擺得比較 算了 算了 你看 等一下又要微波了 好像已經變溫溫的了 拍完照就要微波了 可是現在看就好餓 對 看起來就確實 比較好吃的感覺 會有食慾 感覺旁邊再燙兩朵花椰菜 可以賣200塊 可以 可以 再撒點白芝 真的 或尖殼荷包蛋 放兩朵花看看 那比例不對 好 不行 妳要花椰 隨便拿 對不對 對 好餐 A餐有沒有 A餐來了 大概300 400塊可以 可以 好 我示範一下 義大利麵好了 熱好了之後 然後 不能這樣子 不能…不能直接下去 然後它的擺盤也不太一樣 我們也是先把這些上面的肉 先夾起來 所以我才說一定要先微波好 對 對 然後夾那個肉的時候 我就塞在嘴巴 真的 義大利麵要弄的時候 有時候是因為它現在這個是 要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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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妳要 妳要這樣子用捲的讓它下去 下去 對 妳要一直這樣子捲 這樣它才不會 它的醬才會在上面 妳知道嗎 要把白的這樣長起來 因為妳倒下去的時候 它的醬就會全部在下面 然後妳上面就會都是白白 然後妳就稍微把它轉一下 因為它這個是寬面 如果是細麵的話 更形狀會更明顯 對 妳就要這樣一直轉 把中間轉成 妳不要亂收 搞不好它還要那個汁 這個要用是不是 不一定 我不知道 好 妳看 妳就把它捲成一個這樣高高 很厲害 太強了 然後接著再把肉放上去 這可以覺得太便了 我下次就去超商買 然後自己用 然後就說今天做了一道菜 可以 對 可以 不是 然後妳再抱著蠟燭 一支花 我喜歡自己的小晚餐 對 會煮 還有男朋友的那個爸媽來的時候 我說花好厲害 可以這樣 我們準備好久 下午開始備料 對 好 大家會看到說 我其實今天來了 剛剛在外面的時候 我就插了三盆花 然後這三盆花會 不一樣在什麼地方就是 其實如果你平常去 還有量 想的就是我們三個人嗎 我們身高排下來 還有就是 其實妳要在家裡 各個空間擺花 妳要先看說 譬如說像這一盆是放客廳的 那客廳的話放在 因為放客廳的 客廳就要比較矮嗎 對 因為妳放茶几 妳不能影響到妳看電視 客廳的茶几 然後還有就是 妳放在茶几正中間的話 妳是進來 妳在客廳周圍 其實它是不是360度都要看得到 對 所以這個花一定是360度 量要比較多 對 所以妳在插的時候 就要一直轉它 就要一直轉它 然後看每個角度都沒有瑕疵 對 很美 就是沒有瑕疵 然後餐桌 因為餐桌我們是走過去 所以我們大概視線的 是大概這個高度 然後餐桌也比茶几高 高一點 所以它這個就是擺餐桌的 餐桌我們現在的餐桌空間小 其中有一面是靠牆的 大部分是這樣子 甚至是有時候 比較不會說 這麼大一個空間都是餐廳 所以妳的餐桌的話 妳就可以差180度 就是它這一面是牆 對 這一面是 就剛好這一面給大家看這樣子 對 然後妳平常可以放在餐桌正中間 然後等到要用餐的時候 妳就把它退到可能是 這邊是牆 另外這一個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放角落 譬如說玄關或臥室 廁所 廁所好像也可以 對 廁所也可以 或有一些小邊際 然後它就是90度的 90度 對 就是它是 角落 對 角落有沒有 是一個這樣 譬如說這個角落這樣子 所以你看 放水 可以 可以 另外還有就是我在家裡 給大家一個訣竅 就是因為花的 有時候花旗不一樣 有的花比較早洩 有點早 就是比較早凋謝 早枯 所以說它只要一凋謝 它可能水就會開始湊掉 然後會長蟲 對 但是妳有一些花又比較沈久 又很漂亮 妳不可能整盆就丟了 所以呢 所以妳又把那些 凋謝的花拿走丟掉之後 就會缺一個洞 這邊就是開始缺 妳在家裡就可以被 放菜 被這種 跟 妳平常喜歡的花一樣的 花型的花 是假的 這是假的 然後妳就可以去補 它那個洞 滾在裡面 對 然後就會真假這樣子 像這裡面有兩果是假的 真的 沒發現 牡丹 講完才發現 對 細菲姐厲害 這個嗎 牡丹是 真的 這是真的 然後這是假的 這一朵牡丹也是假的嗎 這一朵牡丹 因為現在這個季節 沒有燒藥 沒有燒藥 太開始變熱 所以 不是它的季節 所以買不到 所以又用假的 另外妳也可以買一些就是 它之後自己會 自動變成乾燥花的 像這個卡斯比亞和 和新陳花 或者是像 我們常常看到那種 像是那種碎碎的 滿天性 因為它們的筋比較細 水分比較少 所以它們會自動變成乾燥花 它這裡面就有乾燥花 跟蒸花 乾燥花是不是可以放那麼久 真的 像這一種的話 妳就擦一擦 它也不會卸 它也不會倒 它自動會乾掉 它也不會倒 它會自動乾掉 也不用再澆水了 就乾乾的讓它嗎 就讓它乾乾 它就自己乾掉 就變成了 可是它擦在水裡面 它不會再活起來嗎 它不會再活起來 它已經死掉了 他說它不用再加水 所以說它就會變成像乾燥花 它乾燥花 它也不會褪色 就是還是保有原本褪色 好酷 這樣做 明白 而且乾燥花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乾燥花 它本身是乾的東西 所以它也可以吸水分 所以你平常有香氛的噴霧 你可以噴在上面 然後它就變成拓香了 好棒 有道理 對 拓香石的概念 對 拓霧